Yo,大家好,我是El,先吃粒糖 Yo,大家好,我是El 剛剛的這個週末,我相信你和我應該都學了一個很精彩的賽事週末 果然英國Silverstone從來都不會令我們失望 今集我只講重點 跟大家回顧一下這一場,我認為本年度會暫時最精彩的英國大獎賊 事隔了一個星期,進入比賽周末之前 先來兩宗重磅的懷疑種族歧視事件 事件分別牽涉到現職F2的Red Blue 真色 Julie Wipps 她在打機直播時的失誤 還有三屆世界冠軍得主 Lelton Pickett 的救市重提 事件亦以兩位道歉 以及Phibs被取消Red Blue F1 Reserve Driver 暫時結束 所以各位,事件正在教導我們 禍從口出 我們都要留意我們的一言一行 好了,回到星期六的排位賽 其實星期五和星期六 英國的銀石不時都有下雨 因為影響了FP1 在排位賽之前 路面仍然是失環 所以所有車手都直接選用半雨胎作賽 如果排位賽不同正賽 為了爭取最快的圈速 大家都會走在Racing Line之上 跟大家講一個懶知識 F1賽車在行駛的時候 每一秒可以淺起85L的水 所以當雨沒有落得很大的時候 或者已經停了 Racing Line 就會隨著賽車在上面跑 而慢慢變缸 但是當日的雨是時大時小的 即是當日的賽事狀況 是不停改變 所以我們由Q1 一路看到Q3 前排的名次 都是不斷變動的 鬥得十分之精彩 今場的排位賽 我想講一個重點 就是 Ratifi 如何成為天選之人 讓他一步一步地 踏入他的生涯 首個Q3 Q的時段 大家都在賽道上清水 當計時氣倒數完結之後 全部人都把握機會 跑完最後的一個圈 Ratifi的隊友 今場使用了全新升級的戰車 Albert 他之前已經做出一個 1分42秒點759的時間 不過車隊提示他 輪胎 可能有機會過熱 希望他放慢 這也是雨胎 和半雨胎的特色 對於物料和乾地胎有所不同 所以當條路慢慢變乾的時候 雨胎 就有機會過熱 所以Albert 就在最後一個setter的時候 稍稍放慢了 跑出一個 1分42秒點078的時間 就是這個 小小的放慢 令Ratifi 成功以0.08秒之差 打敗了隊友 以第15名 進入Q2 除了Albert之外 還有兩部Hast 和兩部Aston Martin出局 Ratifi 終於成功進入 對他來說 非常遙遠的Q2 但原來上天 要他今天入Q3 進入Q2 Ratifi 第一個步出維修站 當夜是雨 暫時停了下來 除了有更加多車 跑到Racing Night之上 賽道慢慢變乾 Ratifi 也跑出一個 1分43秒點273的時間 但就在最後幾分鐘 又下雨 令賽道變濕 所以最後的時段 沒有一個車手 可以改善時間 Ratifi就憑著這個時間 剛剛好在第10名 可以進入Q3 真是天時地地人和 兩部Alfatari Dotas Ricardo 和Ocon 在Q2止步 到了Q3 其實Ratifi 已經超額完成了 我就不知道他怎樣跑一個 2分多鐘的時間 不過 不重要 正賽 以新涯最前的位置 第10名起步 另一個新涯最高的 就是今天的主角 Carlo Saiz 最後一輪時段 前4名 鬥得十分之緊張 最終 Carlo Saiz 以0.072秒之差 押過Fersteven 取得他新涯 第一個鋪 第3名 就是他的隊友Leclerc 第4名 Paris 而第5名 就是今場 有針對着海豚跳問題 做出重大升級 實力明顯回用 加上Mercedes 戰車的Hamilton 稍後我會再講一下 今場的Mercedes 正倉銀石 就沒有再下雨了 但意想不到的是 竟然由一個 十分之客人的意外開始 Fersteven 有別於所有前排車手 用紅胎起步 以0.2秒之差的反應時間 再加上紅胎起步的找地力優勢 不用20個車位 就已經把頭位 由Carlo Saiz 手上摸走了 領頭進入1號彎 現在後面就發生了 非常嚴重的意外 意外呢 主要分為兩個部份 我會和大家 慢慢解釋一下 身在第8名起步的 Russell 反應十分之慢 起跑的一刻 已經被身邊的Alonso 快放 看到他和第9名的周冠宇平排 另外一個使用紅胎起步 第10名的Latifi 見到Russell 和靠近賽道左邊的周冠宇 中間有一條縫隙 機不可失 就在兩桿中間 穿過 佔據第8名 身入第11名的Gazdy 同樣見到這條空隙 如果想有樣學樣 在兩輛車之間穿過 Paul Russell 已經慢慢開始向左收窄 就在Gazdy的車頭 在Russell和周冠宇的後輪之間 空隙已經消失了 Gazdy 見此路不通 已經開始收慢 但一切 已經太遲了 Gazdy 和兩輛車 後輪發生碰撞 Muzzle 失控 車身向左擺 又撞到周冠宇的右後輪 周冠宇的右後輪 將車身捲起 整個車四輪朝天 以極高的速度 滑出Turn 1 Arby 擦上沙地之後 仍然沒有收慢 直到撞上場邊護蠟 再凌空飛起 撞上最後一道 鐵絲網護蠟 整個過程長達8秒 就在這場意外發生的同時 後面的Bottas 見有意外 所以收慢 另外他身後的Albert 同一時間收慢 不過在後面 在第18名起步 起步十分順利的Ratto 就收制不及 從後撞上Albert Albert被撞到之後 車身向右撞上水泥場 再打幾個八甲鑽 才是橫掃Ocon 再和葛田宇藝發生碰撞 賽方在還未確定車手Online之前 都不會重播意外的畫面 實在是令人擔心 幸好這次意外的兩個最大輔主 周冠宇 Albert 雖然都馬上被送到醫療中心 而Albert 更加被送到醫院 但是 都沒有大礙 特別是周冠宇 真是一個奇蹟 我們作為車迷 只是想看到 車手 在賽道上競爭 不論是哪一個都好 我們都不希望再發生 2015年 又或者是1994年的事件 因為事態嚴重 再加上 碎片散落到一地都是 同期 馬上亮起 所有的車手 都需要馬上回到維修站 除了周冠宇和Albert 原地退賽之外 Mussle因為擔心周冠宇 在停車之後 落車跑去了解周冠宇的情況 一應現行的條例 車手需要自行駕駛賽車 回到維修站 被迫退賽 意外令到葛田 Gazdy 投疫損毀 Ocon 前避震斷裂 游泰爆裂 都他們三個都能夠撐到維修站 車隊又能夠在紅旗的時調 維修好過賽車 勉強可以繼續出賽 等了一個小時左右 賽道清理完成 比賽準備重新開始 從本認為意外是發生在起跑區 所以起步之後的名次變動無效 就是這樣 再一次起步 會按照比賽一開始的Starting Grip計算 比賽重新開始 Vestatman換回黃胎 這次Carlo Saiz 沒有再將猴位雕塞 起跑的時候 成功抵抵著Vestatman 第四名的Paris 起步比Leke更加好 一度將他追過 帶一進入四號彎 Leke見到彎深的空位 撤入了Paris的內蕩 搶回第三名 兩個車在平排的時候 發生過空撞 令頭翼也有所損毀 不過Paris的損毀程度更加高 在第六個圈 被迫入站更換頭翼 名次 跌到最後 Red Blue就變成了一打二的局面 Carlo Saiz在第10個圈 14號彎的快彎 滑出了賽道 將頭位上揚了給Paris 但是英國銀石 似乎 真的跟偉銷相黑 他在第12個圈的時候 因為早前的碰撞 碎片把輪胎刺穿了 所以他在Hanger Strike的時候收慢 需要入撇換輪 除了被兩部紅車追過之外 自己也跌到第六名 之後賽車 仍然有狀況 車身有所損毀 雖然可以繼續作賽 但失去了原有速度 最終勉強打贏了 Mick Schumacher 以第七名原賽 在換下之前 Carlo Saiz一直都不能夠保持著高速 反而被他身後面 頭翼受損的 Mick Schumacher 一步一步追近 在第21個彎 Carlo Saiz 先走入撇 防止著後面 氣勢如紅的Hamilton Undercut 而Charlotte 就留在牆上面 守著頭位 不過今場 在車身 和底盤上面 落了很大功夫的 Mercedes 明顯可以有效地 抑壓著 困擾了很久的 海豚跳 在沒有DLS的起步驅直路 應該是海豚跳的 重災區 不過在畫面所看 Lucidus的戰車 甚至比Flarry都更輕微 Lecate 一直都不能夠帶開Hamilton 只能夠在第26個圈 入站換胎 沒有浪費時間換頭翼的Lecate 出來的時候 車速反而比Size更加之快 他問車隊 可不可以和隊友開戰 車隊竟然說 可以 的確 作為車迷的我 是幾想見到他們互鬥的 不過 真是要佩服 紅軍的策略組 被Hamilton那樣狂追猛打底下 都還可以做這些指示 他們鬥了一個彎 終於Flarry車隊 點目標速度不足 叫Carlo Siles讓車 Hamilton在第34個圈入站換胎 換胎用了4.3秒 再加上遇到同一時間入站的 Ricardo Overcut 宣佈失敗 拿下來搶回頭位 更加將節奏大快 和第2名的Carlo Siles 大概有3秒多 不過賽車 真是一日未到終點 都不能夠太快下定論 Ocon的賽車出現問題 停了在舊起泊距 Vucot之後的大直路 安全車出動 除了頭位綠克萊之外 他後面的前排車手 幾乎都有入閘 把握著特價時段換胎 特別 是一直都沒有換胎的Paris 等於 賺了一個近乎免費的Peacebook 排位 由比賽前期跌到最後 現在上到第4名 安全車退場之後 比賽後段 最後的10個圈 真是十分十分精彩 沒有輪胎優勢 車身又有損位的 被迫讓出頭位 比賽後 就是勒克萊之外 Paris Alonso 4個人 爭奪 頒獎台的 左右兩個位 可惜不能夠在這裡 完整的播給大家看 不過 你應該都看了 最終 卡路沙克 首先衝過終點 取得 他人生的 F1首勝 而Paris 力壓 Hamilton 分別 除了第2和第3名 勒克任恨跌出 頒獎台 之後的第5名 是Alonso 而Mix 雖然鬥不過 不過 終於成功破彈 除了第8名的4分 好了 我相信就算你不是法拉里的車迷 都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為什麼不讓 Charlotte 綠克萊 在安全車時段入撇呢 最後官方也有訪問到領隊 Pinanto 他表示 當時 只有法拉里一支車隊 有兩部前排賽車 在只剩下非常之小的時間之下 他們決定 保住車身狀態較佳 而在位置上 壓制著Hamilton的Carlo Size 時間是不是 他趕到那麼少呢 對法拉里來說 的確 因為旺旗轉成安全車的一刻 Charlotte已經差不多 走完整條Hinger Street 在安全車之下 距離Peak Stop入口 大概是10秒左右 再加上入Peak的時間 8到10秒 法拉里認為自己 不能夠在20秒左右的時間 準備 兩組輪胎 好 那為什麼不做Double Stacking呢 我們呢 又來看看 當靠近Peak入口的時候 綠克萊和紳斯 只剩下4秒多 和夏美頓相差6秒 對法拉里來說 他們認為自己 不一定可以用4秒的時間 幫綠克萊換好胎之後 再用剩下的2秒 幫紳斯換胎 是啊 我知道你想笑的了 因為對法拉里來說 其他車隊 可能可以做到的事 他們認為 不可以 所以呢 就突然冷靜 兩者 取其輕 放棄了 他堵住 卡路薩斯 說不定 他可以在賽道上 有超強表現 用跑了十幾個圈的白胎 還要在前翼受損下 頂住 剛剛換了紅胎的對手 我也不知道 法拉里是有自知之明 還是什麼 我見過類似的情況 其他隊的神操作 例如以前 Mercedes 就要叫後面的Botus 在安全車時段 收慢車速 拖著後面的車 反正安全車底下 又可以爬頭 拉開了8到9秒的距離 才入坎 進行Double Step 不過算了 或者這個是法拉里 最明智的做法呢 一個不小心 可能連頭位都沒有了 另外我想說一下 以今場來看 Mercedes 真的回來了 我知道我在web channel的影片 剛剛才說 估計Mercedes 要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解決問題 你現在可以去 辨思一下我了 那我怎知道 FI會提水的 我怎知道 他可以用極短的時間 在上一站 加拿大分站 就測試完成 再用兩個禮拜 做出 那麼重大的升級 不過這一句 是我真心話來的 不管你是支持哪一個車手 是哪一隊的車迷 三強大戰的比賽 真的很好看 今場最後十個圈 可能才是車迷 最希望見到的 蔡威 還有一半時間 不管是車隊 車手積分榜 都爭得非常之緊 只要Mercedes 不是虛火 Fraury沒有沉淪 之後 六死誰手 真是未知之數 今天影片 就來到這裏 這裏認不認同這場英國大獎賽 是自今年開季以來 不理是排位賽還是正賽 都是最精彩 最緊張刺激的一場 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真是非常抱歉 最後我的身體狀況 真的不是太好 聲音 都 真是一般般 原定在上個星期五的安全車巡禮 下集影片 會變成 今個星期五出 大家請密切期待 可以的話 也可以看我其他的影片 支持一下 特別是我上個星期四 好難得地 和Web Channel 駕駛三台聯播 最後要感謝一下 對Elro一直不離不棄 用實際行動支持 Elro的Patreons 建議 Familis 有 Alvin C Launched At VAF Cup HK Cherry Lee Sou Chi Ray Fantastic Bobby Jason 5 Main Kitchen SG Mike Lee Real Loud Soup 93 Photography Sawio Ho 許蓋公 Andy Yip Kilowatt 電動車充電地圖 英國 創成地產 FU77 TM小殺 Herdic Investment 還有一種Elro's 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El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Bye Bye 嘩 作禁錄真的很辛苦